各种职业的英文单词跟例句 像这些什么意思 什么职业 Shitmaker Shinekeepers Siversmith Singers Skiver Skycap Sleuth Smugglers Social Workers Sociologists 这些很多你不会没关系 学一下吧 学英文 重点是学英文单词要系统性的 当然系统性相当于各行各类子其中的一种展示 还有其他家族字 依照词性去背 去记 这样子英文比较好 所以我们这个华人学英文要有方法 因为我们不是Native Speaker 英文不是母语 所以要事半功倍 可惜我们的从小学开始学 方法就不是最有效率的 我们先念一下 The shipmaker repaired my shoes San's shopkeepers I legally selling cigarettes To turn under 16 She asked a civil smith To make a civil bracelet For her We hear the sound of camera singers Outside the door I have to pass the signals To the skipper A skycap helped bring her luggage in sight The sleuths solve the crime The police arrested two drug smugglers Social workers give help and advice to people with various social problems Some sociologists try to explain Increase in crime 这什么实验的人 这个单很简单 序鞋子 Maker就制造鞋子 制造人 就鞋匠修理我的鞋子 这就很简单 Shopkeeper 这个很简单 Shop就是一般商店 Keeper就是照顾的人 就是商店家 商店老板 非法的去卖一些烟 给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这违法illegally 如果合法就是把il去掉legally 所以我们这个英文学的灵活 他要求ask可以是询问 也可以是要求 甚至也可以是派人家 所以英文的字 它有两种隐身 第一种就一字多语 它一个字可能有很多意思 第二种情况也很麻烦 就是它是一个意思 跟它的意思可以有好几种变化 这两种最麻烦 所以我们一般学校 学英文单字 或者学那一课讲什么 好像那一课 我会背 怎么考我100分 可是不够灵活 那当然跟英文老师有关系 英文老师好的 那外国人他没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 他就算这边出问题 他每天讲 他不灵活没关系 他明天就灵活 后天就灵活 他每天在用 所以外国小孩 我们中国也从小长大到学中文 也是一直被纠正 可是学英文 外国人学英文没有这个环境 所以要有方法 好的教材 所以我看中国教英文 超过百年来 教材也不好 老师也不好 教法也不对 意思就是说 不是很有效力的方法 这个意思 都学一些没有变化的东西 所以在中国 我觉得英文很棒 老师考学有几分 这一出国完蛋 就是不够灵活 所以到那个美学校就好一点 到环境就好一点 在中国的学校 也不是不能教 就是没有那个师资 没有那个教材 没有那个脑袋 为什么我们讲过的 什么匠 这个银匠 制造银器的人 他请一个 我们这边不要说去询问问题 他请一个血匠 做一个银的手镯 把它做一个手镯 我们听到这什么声音呢 iona就是圣诞 外国人过圣诞 基督徒 就是圣诞歌 圣诞歌 那种歌 唱圣诞歌的歌手 我们讲Single叫歌手 Singer 在门口 我要传递Signal Signal讯号给Skipper Skipper这个字外国人常用 我们就不耐熟 比较小一点的船 不是那个大邮轮 比较小的就是可能可以说 就是一二十个人 不是那种很大的 比较小的船长 Skipper 所以英文这个单字 我们一般只学 这个船长什么字 哭啊笑 一个大哭啊假笑 这种我们就不够细腻 所以我很多的 视频内容就是 有系统的告诉你 大哭 最期 真笑假笑 偷笑 这些 SkyCamp 这个字 有些字从字面上看不出来 SkyCamp 什么东西啊 天空的 Camp Camp 不是帽子啦 笔套啊 这些东西Camp 什么字也看不出来 帮助呢 把他 帮这个人叫他 把Luggage 行李啊 他是没有加S 叫集合名词 不加S 虽然他是 可能是负数 不加S 帮他把行李搬进来 SkyCamp 就是 脚夫啊 脚夫 不管是 这个 就是像旅馆 以前最早是 讲那个飞机上 也是有那个人 帮你搬东西 搬到那个 但现在比较少 那现在就用在旅馆比较多 反正就是脚夫啦 就是搬运工人啊 那给他点小费 就是 这个字我们也不太熟 这个字很少用 什么意思啊 侦探 侦探解决了 侦破了这个犯罪案件 亚洲比较少 亚洲是警察嘛 警察这个 这个 侦探案件 那外国人叫私家侦探 是这种侦探 警方呢 这个是不加S 集合名字啊 警方呢 逮捕了两个 就像smuggler smuggler就是走私者 走私的 也不理走私毒品啊 比如说走私这个 这个保育的 动物啊 就是 就是 政府不准你啊 不准进口的 smuggler就是 偷运走私 smuggler 走私的人 社会工作者啊 社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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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以及给一些意见啊 给人啊 就是对 针对各种的社会问题 给意见啊 社工 社工呢 社工呢 就是心理学家啊 有一些心理学家 试着去解释啊 去解释啊 为什么这个犯罪啊 犯罪案件会增加啊 社会学者做分析啊 提供一个解答啊 这集讲这里 我会问你